贸易协定签署惩罚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9号表示 因他本人非方官员和菲律宾 受到美国国会一些参议员的无理对待 他决定拒绝与美国来往 无限期禁止内阁成员赴美出席任何官方活动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监制赵军 编辑王远王毅群 主播舒心罗敏 更多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 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广耀集团公祝全国人民新春奇想 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路中随着叶盘的涌动 庆祝了花的清香 时间随着指针的旋转 卷入了树的年轮 用耐心亲爱 用时光积淀 在每一个前行的路上 2020央广合作伙伴 合理在一起 与时代同行 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十九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战疫情特别报道 听众朋友好 我是主持人杨厂 欢迎收听中国之声 战疫情特别报道 首先进入此时此刻 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在国家卫健委 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